我们再去陕西甘泉品一品古法豆腐 当地的老匠人坚持用传统的手法来制作古法豆腐 虽然说工序复杂 但是做出来的甘泉豆腐色泽鲜嫩 质地细腻 甘泉豆腐和豆腐干制作记忆 还被列入陕西省非移保护项目 凌晨4点 甘泉县石门镇的刘富明夫妇早糟地就来到了桌坊 开始制作古法豆腐 先把已经浸泡了8个多小时的双青豆放入石墨 开始磨浆 磨好的浆液再在过滤网布中过滤 这样豆腐中的浆和渣就得以分开 古法豆腐制作起来的豆腐非常多 比较复杂 而且这个速度特别慢 但是就是慢过吃西方 正是因为这个味道过去特别有严谨 所以更好的保留着双青豆腐的原汁原味 做出来的甘鲜豆腐才更好吃 过滤后的生豆浆放入锅内 煮至锅面豆浆泡沫破裂成为熟豆浆 接下来就是卤片点豆腐 待豆浆凝结成豆腐花 再放入模具中压制成形 美味的古法豆腐便制作完成了 除了甘鲜剪为 我们制作了好多豆腐的野兽菜品 比如油炸豆腐野兽國大 修畜的环游 我们这个一年后来大概年初收入就在二十来月左右